篮球场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得分方式肯定就是扣篮了 相对于黑人选手恐怖的弹跳能力 我们亚洲人在身体素质方面可能要逊色不少 所以我们自己的CBA联赛的扣篮大赛也遭到了不少球迷的奚落 但是当你了解到我们两位经历韩国和日本篮球联赛的扣篮大赛后 你的世界观一定会改观 我们先把镜头转到日本 这个大光头你们还记得吗 没错就是胡人鸡石萨克雷 那个以灰毛巾为生的男人他去了日本联赛打球 在扣篮大赛上他第一扣寄出了一个原地大风口爆扣 风车是做出来了 可是球被篮筐生生地盖了下来 好尴尬 话说这起跳高度有15公分吧 来看第二扣吧 他准备来一击 你确定这不是在逗我玩 这种动作也能参加扣篮大赛 这分明就是一个扣篮基础教程好吗 日本的水平实在太低了 我们还是看看韩国的吧 韩国的扣篮大赛场边的女观众居然拿起了手机拍摄 这有什么好拍的 这种扣篮不是随便哪个篮球公园都能抓住一大把吗 台总 下一位 天哪 这位选手竟然奇迹般地完成了原地转身1080度爆扣 真是太精彩了 这真是幼儿园级别的创意扣篮啊 台总 下一位 这位两米一六的大个子居然完成了一期篮板后的标准扣篮 太厉害了 什么 你为什么这么嗨 你还好意思尬舞 不不 不得不说 你这尬舞比扣篮精彩 台总 下一位 这位韩国欧巴的扣篮就厉害了 差不多是个篮球运动员就都能坐出来 干嘛 你还脱衣服 我的眼睛 你这是在轻住吗 还要不要脸明明很普通好吗 我们CBA的扣篮大赛虽然没有NBA那么精彩 但是能甩日本韩国好几条街了吧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 更多提资讯 欢迎关注风鸟体